大家好,我是Dan 4月19号,韩国金泉市的一所小学 一位六年级的小学生坐着轮椅进入了教室 他是腿部受了重伤 经过四次手术一个月后回到学校的一所 但是同学们既没有看他一眼也不表示欢迎 大家都只是盯着桌上的白纸 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了 面对同学们的冷漠 失望的说脸上只能露出尴尬的笑容 点燃蜡烛的蛋糕送到了心情低落的苏阿面前 伴随着钢琴演奏,同学们望向苏阿 歌声 歌声 每天都在一起 那天都在一起 在一起 一二三 我一二三 這是班主人與學生們一起為蘇娃準備的驚喜 拍攝該影片的班主人表示 這樣充滿幸福的地方 才是真正的教室的樣子 看新聞的話 学校暴力 教权下降 这些问题非常严重 教室应该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 只要留意我们周围 就能发现有很多优秀的老师 他们通常不被人注意而已 很多人在影片里 看到了真正的教室的样子 所以才会深深的感动 这才是让孩子们成长为人的正确教育方式 学会体贴他人 理解他人 以及珍惜他人 比起100个数学题 这种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成长 您真是位了不起的老师 苏阿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受伤 要健健康康的 我一个脸都不认识的阿姨都快哭了 谢谢你们老师和孩子们 在看到苏阿哭泣的时候 我也跟着哭了 苏阿要幸福哦 谢谢同学们 对这才叫学校 这才是教育现场 这才是朋友 这才是师生之间的关系 太温暖了 我不常留言 但这实在太感动了 那些努力忍住泪水的孩子们 每个孩子的心都是美丽而明亮的 他们的安慰不是勉强 而是真心的 那短暂的时刻 将成为一个孩子 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这样的经历 将激励他们成为政治的人 感谢您展示了教育的真谛 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真心觉得 一个老师虽然不能决定 一个学生的人生 但是可以改变 一个学生的人生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也能有个好新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